接著我們會說到侍奉的果子 凡是得救人必然侍奉 侍奉的意思不一定是在教會有崗位侍奉 而是他會在他生命榮耀神 祝福人,幫助人,傳人福音,建立人的靈命 對人有愛心,這就是聖靈的果子 生命的果子,侍奉的果子,對不起 侍奉的果子 在約翰福音十五章四節裡說 你們要常在我裏面,我也常在你們裏面 知子若不常在葡萄樹上,自己就不能結果子 你們若不常在我裏面也是者 人若不常在我裏面,就像知子雕在外面 夫君的人,拾起來鷹在火裏燒了 這裏第五節就是講到 我是真葡萄樹,你們是知子 常在我裏面的,我也常在他裏面 者人就多結果子,因為來了我們就不能做什麼 這裏就講到 我們能夠做什麼呢?就一定是聖靈居住在我們的心中 耶穌居住在我們的心中 我們自然就會結出果子 自然就會想去幫人 想去祝福人 想去傳福音 想其他人都能夠得救 這個就是那個動力的來源 動力的來源就是聖靈居住在我們心中 耶穌居住在我們心中 他就會推動我們結出果子出來 就會去影響別人 去祝福別人 這個是得救的人 他必然的果子 如果他得救之後都沒有這件事 有可能他不是真心看到神的恩典 而真心悔改信教耶穌 或者他太多煩惱 所以他經常看著那些煩惱 他就沒有什麼動力去幫人 就會沒有什麼動力去回應聖靈 心不開放 於是聖靈很難去改變他 他的心裡經常都是想著一些問題 不開心的東西 那人就變得負面 沒有力量 很批判性 經常都埋怨 所以這個一定是從神的關係而來的 那接著下一個經文就是馬太福音25章 馬太福音25章是三個比喻都說到末日 馬太24章是說到耶穌回來 然後呢 跟著就說到馬太25章 都是說到耶穌回來我要接受神的審判 那其實在24章尾那裡也有惡僕善僕的比喻 講到有僕人 他們就因為主人離開 那他們就不結果子 他們就打那些其他的僕人 那由主人忽然間回來的時候 他們就要受懲罰了 那所以這個都是 講到耶穌回來呢 主耶穌回來就是 我們每一個人都需要向神去交仗 我們有沒有做一個忠心的僕人呢 那然後25章就有三個比喻 第一個就是十同類的比喻 就是有沒有預備油 這個油可以代表救恩或者是聖靈的內住 有神的同在 那些人有神的同在的時候呢 當耶穌回來的時候 他就能夠跟這個新郎一齊 進入那個屋裡面 那那些沒有預備油的那些呢 他們就不能夠進入在外面 黑暗裡面了 那然後第二個比喻呢 就講到 按財幹受審判了 就是 那 馬太25章呢 第二個比喻就講到 有三個僕人 五千、二千、一千、兩銀子的主人 將這些錢交給他們 那就 期望他們去做生意 賺錢回來的 那 初頭兩個僕人呢 都去賺錢回來 賺五千、二千 那主人就說 你是有良善 有忠心的僕人 那這裡講到兩方面 就是有良善 有忠心 就是說呢 是善良的 是生命善良的 和忠心做他應該做的事的 那 他就可以呢 進來享受他主人的快樂 那 而那個呢 是沒有 將那些 他的恩賜埋藏的呢 沒有用到他的恩賜的人呢 那麼 他呢 就要進入 在外面黑暗裡面 在那裡哀哭切齒 那這個 哀哭切齒 在外面黑暗裡面 這個 有些人就會釋經 就說 除了天堂、地獄 還有第三個地方 就是哀哭切齒的地方 就不是地獄來的 在一個地方呢 那些人在那裡哀哭切齒 就是他們都是得救的 不過呢 他們就很後悔了 很後悔呢 他們沒有侍奉神 沒有做好神要吩咐他的事 做的事 不過他們都是得救的 那這個真的是完全沒有根據的 因為講到他們在外面黑暗那裡哀哭切齒 而且天堂絕對是不會哀哭切齒的 所以這個是講到地獄的 而聖經是清楚講到 將來我們只有天堂地獄的 我們死後行善的復活得生 作惡的復活定罪 是沒有一個第三個地方的 就是有些人那個悉經是有問題的 那他就不會看那個經文 那為什麼他們會這樣呢 他就說 他信耶穌 那他是仆人 所以他一定得救的 那他沒有看到這裏就是說 他沒有忠心使用他的恩賜的時候 沒有使用他的生命的時候 耶穌是將他趕在外面黑暗裏面 那這裏肯定是講到他並不是蒙福的 那第三個比喻就很清楚了 就是有沒有做在主的弟兄身上 而那些有做在主的弟兄身上 就是做在主的身上 那他們就進入永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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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這個經文那裏 那裏都 就是先我口語化說出來 那在《約翰25章》那裏 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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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有惡又懶的博人 就將這個無用的博人 刁在外面黑暗裏 那裏必要哀哭切齒了 然後 然後馬帝25章45節 王要回答說 我實在告訴你們 這些事你們既不做在我者 弟兄中一個最少的身上就是不做在我身上了 這些人要往永營旅去 那些人要往永生旅去 還有也有說到進入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預備的永火裡面 所以這裡是說到 得救的人必然會結果止 如果不結果止的話 如果沒有做在主的弟兄身上 是進入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預備的永火 那這個就肯定是地獄了 並進入永營裡面 那就是說有人說信耶穌 但是他沒有做在主的弟兄身上 沒有祝福主的弟兄 就是說沒有去建立其他弟兄姊妹的時候 那他們就要進入永營裡面 所以是很清楚他們是不得救的 那所以第六旅的改字就是 一個得救的人必然會侍奉神 侍奉神可以是 他見到人有需要他就關心他 他就幫助他 他就在無論是陪伴啊 關懷啊 愛心啊 或者是傳福音啊 建立他的靈命啊 幫助他更加認識神啊 都是做在主的弟兄身上 或者是做在不信的人身上 想幫助他們信耶穌 那這個也是做在主的弟兄身上的 因為是帶領他們進入永生 那就是說呢 我們得救之後必然的果子 是會侍奉神的 那有些人就說 那些人臨死那時候才信耶穌啊 那他哪有機會侍奉神啊 那其實任何地方 我們彰顯神的榮耀呢 都是侍奉神的 那如果一個人在臨死的時候 他都去感謝天父 去讚美天父 就是說 神你真是好了 你拯救我 那這個都是一個果子來的 就是神去判斷這個人 是不是生命 是有沒有 他這個侍奉的果子 就是說他會彰顯出神的恩典 神的榮耀 他有彰顯出呢 他都是得救的 那有時候有些人說 他只是僅僅 認耶穌為主 只是僅僅信耶穌而已 那如果這個人是真心的信靠耶穌呢 他的信耶穌 他表現信耶穌 我想耶穌救我 他真心這樣做呢 也是一個果子來的 那有些人說 那這個果子我也有了 其實重點就是說 我們是不是被聖靈感動而生出這些果子 就是有聖靈感動而生出的果子 就是有果子 如果他是沒有的 其實有些人在臨死的時候 有人向他傳 他說信不是一定是得救的 因為為什麼呢 有些人可能 他說信只是膚顯的 他並不是覺得自己有罪 他並不覺得耶穌的恩典是這麼偉大 他只是 要是呢 你說那麼多 我不想聽那麼多 你 好吧好吧 相信吧 我跟你說吧 我跟你祈禱吧 這樣的時候 他就不是真的被聖靈改變 聖靈沒有內住在他裡面 那他是不得救的 那這個 希望大家會明白這件事情 就是說我們得救不是靠行為 我們得救是本乎因直著信 不是出於行為 又不是出於自己 那是神所賜的 那如果我們 一個人得救呢 他必然有聖靈的果子 就會產生果效出來 他生命有果子 就證明他是真得救的 真得 就是有生命的果子 證明他是得救 這些人呢就是 能夠進入永生 我們不是靠行為得救 我們一定要重複告訴別人 但是得救的人必然就會感謝神 神真的好了 我多謝神 我願意聽神的話 我願意愛神 我願意遵從神 那就證明他真的有神居住在他心中 那這些人是得救的 OK 關於這一點 有沒有人有問題想問 就是說 關於人 得不得救 他 有沒有這個侍奉的果子 那這些人 他應該不會明白到 福音的嘛 那這些人得不得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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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 其實 他 弱智 不代表他不能夠明白 那去到一個位 譬如說 真的那個智慧是靈的 那些我不懂得回答 因為聖經沒有回答這個問題 那 其實有些人 弱智也好 他都 就是他的心裡面 去想耶穌去救他 他真心去改變 他真心說耶穌啊 我想你改變我 請救我 我真的知道我有罪 我心裡面就好了 耶穌 我需要你 我需要你救我 他有這種生命 他有這個信心 他自然就會有果子的 就是他的果子可能 比較有些人來講 不是那麼強 他就是做出的東西 不是那麼強 但是他可能會有一種很單純的 開心啊 就是 總之他心裡面是 歡喜接受耶穌的救恩的 那個人自然就會有果子的 那 無論他的智慧有多低 他都可以有這個果子的 就是這個果子就是 其實當一個人 他因為耶穌而喜樂 或者他說耶穌真好 這個已經是果子來的 總之就是聖靈在他裡面 產生了一種果效出來 這個就是果子 那這種果子是會影響人的 他 他是喜樂平安是會影響周圍的人的 他 依靠耶穌的心是會影響別人的 那這個就是做在耶穌身上 但是我意思是說他的智慧根本 不會想到說人有罪 需要認罪悔改 我們需要靠這個神 這個上帝 他是創造天地 你又看幾多各方面的證明 證明世上是有上帝 那這些東西其實是 對一個弱智的人 他真的不知道的 那他根本沒有這樣的能力 他了解到需要有這個神 OK 你說的那些真的去到 智慧去到極低極低 其實就算一個智慧很低的人 都可以說 有耶穌有神 我想相信他 就是我們跟一些這樣的人 去說話的時候 就未必說得這麼複雜 就是不是一定要說 要很多證據 那有時候 就是我們不要以為 這樣的人一定不會明白呼音 就是 就是講給他聽 這個世界有神的 他又很愛你的 他關心你的 你想要耶穌去救你 將永生賜給你 將來有天堂非常好的 我們的罪 都需要耶穌赦免 我們就可以去到天堂了 如果不是 去到地獄是很慘的 那麼他聽到說 耶穌這麼好 我感謝耶穌 我歡喜耶穌 我想耶穌救我 那麼他 有這種 單純的信心 他已經是可以得救的 那麼 如果一個人 他是完全好像 他的智慧 是低到是 極低極低的 我們不懂得回答的 因為 神會 負責這件事 我們都不需要回答這件事 因為我們都不知道 我們只能夠做的 就是我們跟他解釋 那麼其實有些人弱智 他們都 很能夠去 體會有個神的 就是 不是一定代表他弱智 他都不能夠體會這個神 那麼我覺得我們不需要擔心 他能不能夠明白 我們只是向他解釋 那 譬如這兩年左右 我都跟進開一個個案 就是 媽媽和女兒都是輕度弱智的 也都有精神病 那麼他們都信耶穌 也都洗了禮 那些這樣 但是那個女兒呢 可能真的至少 就是 就是 媽媽因為都有輕度弱智 就是 只是懂得去 就是 疼女兒 就是究竟 應不應該這樣去 這樣的疼法 那麼他都 不是很少判斷 加上 單親家庭 他覺得很需要 就是 不可以沒有了個女兒 那麼 而那個女兒呢 因為至少都叫做 我估計 還壞了 再加上 其他人 就是看到她的女兒的樣子 一看到都是弱智的樣子 那樣子 很自然都會 對她那個愛心特別大 那麼現在 那個女兒都二十幾歲呢 她就 因為習慣了別人來遷就她 那麼就 也都會想到一些 狡惑的事情 她可能 想著自己 做些什麼錯事 過往 每個人都是這麼呵護她 一定會原諒她 那麼所以呢 譬如說 近兩年 就是沒有消費券的 那麼她又 會騙她媽媽 拿了她媽媽八通 然後用她的消費券 那麼我當然 都有指出她 有什麼錯 那麼她 跟她說過一刻 她又好像知道 但是她很快就 又不記得了這件事 到隔幾個月 再有消費券 她又有這個貪念了 就是又騙媽媽的消費券了 那麼 那麼其實好像這些情況 那麼究竟 上帝會不會說 看到她說 這樣 連媽媽都可以 那就很明顯 這個就是 就是 沒有愛心 是不是 那麼她又得不得救呢 這些呢 我們真是不能夠 清楚知道的 不過 如果她是得救 她都是很弱 我聽你說 就是說她 犯罪她欺騙都不覺得有問題 那麼 那 就是 我就會覺得 就需要去讓她知道了 你知道她犯罪是很嚴重的 神是不喜悅的 神是會 會 患教 會懲罰 一個人呢 她犯罪而不悔改 她是可以 落地獄的 真心悔改 才能夠得救的 那麼她 如果她的心裡面 有悔改的心呢 聖靈就會 即她真的 有聖靈內住 那麼她就是 仍然得救的人 但是如果她呢 是 即是 完全覺得 不重要的 那麼她是 可以不得救的 那麼這個 其實我們 即 即其實 你這種情況 這個情況 我覺得呢 有很多人 我們跟進 都可能是這種情況 不一定是弱智 即是有時候 有些人呢 他們真的 對於神的心 是很弱很弱 他們呢 會 看色情片 會 隨意的追女生 或者 經常都 經常想著 怎樣去找男朋友 心裡 是 很多時候埋怨 即是這樣的 基督徒 都 即是她說是基督徒 都 都頗多的 那麼 他們的生命 到底去到什麼位 我們真的不知道 我們可以做的 我們牧養他們 我們就告訴他們 你知道 你們這些犯罪 其實煩惱 憂慮 埋怨 都是罪來的 因為呢 沒有全心愛神 已經是罪來的 那麼 就告訴他們 在罪中 我們需要悔改 耶穌 就必定赦免我們的罪 我們用恩典去推動他 神好喜悅 我們悔改的 我們悔改 真心悔改 真心知道的罪很嚴重 可以叫我們落地獄的 所以呢 我們就真心悔改 離開這些罪 神就歡喜 神就祝福你的 想賜你的 那你想不想耶穌 射免你的罪 這樣去帶領他 當他的生命有改變 我們只是欣賞他 那時候 他就會有生命 的果子 就是說 無論是什麼的基督徒 都可能 他的生命果子 是弱得不得了 那我們就 就希望幫到他們 對神的反應是更加強 OK 你繼續說吧 就是 其實有時候 你這樣跟他說 那他都 他那個祈禱呢 因為他都回了很多年來教會 那他祈禱都有文有老 那樣 但是你過了一兩個月 那他又 就是 又好像是忘記了 那跟著又犯過罪 嗯哼 那我們又問他 那你覺得 耶穌看到你犯罪 耶穌的心會怎樣 你跟耶穌的心是怎樣 有沒有 耶穌有沒有整天住在你裡面 我們就用回我所說的那些不同經文 你有沒有整天在耶穌裡面 耶穌有沒有事情在你裡面 你有沒有多結果子 那我們就會問他這些 那如果他根本是沒有的 就是他根本呢 心裡面沒有裝在耶穌的時候 我們就說 你的心沒有耶穌呢 耶穌就說我從來不認識你的了 在馬替福音七章二十一到二十三節都說到 你沒這些作惡的人 你離開我 因為我從來不認識你們 那所以我們這些經文呢 一方面有說到恩典 就是神是射免我們的 拯救我們的 接納我們的 但也同時有警告的 我講出這七類的 我們必須有的果子 都講到聖經是有警告的 如果繼續在罪中呢 就是不能承受神的國 講到罪的時候 沒有親近神呢 就好像枝枝丟在外面 呼乾人 拯起來 燒了 這個一定在地獄裡 沒有愛神的 這個人可助可奏 沒有遵從神的 耶穌說我從來不認識你們 你們這些作惡的人 離開我 還有沒有侍奉的 沒有榮耀神 在生命上沒有榮耀神 耶稣说你要进入为魔鬼同事者所预备的永火 但我们首先应该用恩典推动他 就是说我们爱神,亲爱神,神就欢喜,神就祝福我们 你整个生命就会提升,就算是一个弱智的人 你的生命都可以神喜悦,神就会祝福你,可以祝福其他的人 我见过有弱智的人,他们都做组长,因为他整班都是那些 就是他们都有残障,或者说话有问题的人 智力比较低的人,他们都可以帮助其他的人 这个就是说,任何一个人他都可以看到 我跟从神,侍奉神是最好的人,神就喜悦了 OK,有没有回答到你? 最重要的重点就是我们怎么帮他 不是判断他得不得够 但是有时候我们看得很清楚他没有得够的表现 我们就需要用恩典也需要警告 如果警告他呢,他会反面 即是他会甚至用到粗口那些这样的 所以如果你警告他呢 那变成我觉得如果去到那个情况 我就会停的了 即是他都已经是没有了理性的沟通 那就没意思了 OK 我听你说这样的情况呢 他那个灵命是弱得不得了 即是他不觉得有罪 那时候最好就是让他自己看圣经 你看看圣经说什么 你告诉他说什么 那就看他肯不肯去接受 因为其实这个问题 我觉得他不是智力的问题 是他有没有接受耶稣的权柄 他认为耶稣是万皇之王万主之主 只有神才能够拯救我们 如果没有耶稣拯救我们是不得够的 他有没有相信这些真理 因为他没有相信 就是我不觉得 我听你说的我不觉得是智力的问题 当然我刚才说了他的背景 就是我估计他至少是被人来遷就惯了 因为他单身家庭的样子 也是一些很弱智的样子 那变了他就觉得他做错了什么 过往人家都会包容他 那他就以为他这样去 就是拿我妈妈的包容 用完一次两次那些消费券 他会觉得就算被人家被刀爆了 他估计就好像以前的经验 就是人家都会无限量去包容 那怎么知道被外发言了他就很生气 那如果用一些严厉的言辞 就是说关于得救等等 那他就不习惯了 因为他过往的经验 是人家就习惯了他 所以你说的 未必只是那个智力问题 但问题就是因为他的智力问题 他会至少无论他是妈妈 或者其他丁姐妹也好 或者其他我想普通有爱心的朋友 都会看到他的样子和背景都会特别遷就 那他就习惯了就是这样 OK 这个就是我们持久 长久去帮助他 带领他 这个问题就是 基本上他对于神根本是不认真的 所以这个是 是一个危险的迹象 不是因为他的智力 自己说他会很容易反感 那我们就需要去用圣经 去和他一起去查经 问他圣经说什么 那你想不想能够得到神的祝福 我们继续在最终有什么效果 让他去明白这件事 还有可能他心里觉得 我有钱就搞定一切 那我们都需要去教导他 让他知道钱并不是一切 有钱的人都可以有很多问题 不是说你得到那些钱就好 就是当神祝福你的时候 你的钱都没有用的 我想是让他知道更多耶稣的爱 他感动他 让他去跟从神 但当他不听话的时候 我们就都会让他知道 是真的有地狱的 真的从地狱出不回来的 耶稣的说话说到 是有不灭的火不死的蟲 在那里呢 是那个财主呢 希望就有少少些水 暂了他的舌头 他也觉得舒服些 他希望有的 但是没有水的 也有些人去过地狱 那些就是说到里面是很辛苦的 那你想不想你自己能够清楚得救呢 那这个过案呢 我想我 你个别跟我谈 我想不需要继续再说这个过案 我想问一下大家 就是说当我们帮助其他人的时候 或者帮助自己的时候 对于这个果子 就是侍奉的果子这件事 你有没有疑问呢 可以帮助其他人 OK 那我就 在这里 我带领大家 祈祷一下 我先转一转麦 OK 好 我们就 一起祈祷 求主使给我们聪明智慧 去牧养人 也都照顾自己 亲爱天父 我们感谢赞美你 多谢天父 因为神你是有封诚的恩典 和慈爱的 神你 居住在哪个人的心中 那人就会结出果子出来 我们多谢你 我们当我们有圣灵内住的时候 我们的生命就会有改变 我们就会继续悔改之罪 我们都知道罪的严重的后果 我们会继续信靠耶稣 做救主和主人 我们都会继续亲近神 从神得力 又会结出果子出来 我们会继续爱神 神就为爱他的人预备 眼睛未曾看见 耳朵未曾听见 人生未曾想到的恩典 我们都会遵从神 我们遵从神 就好像将房屋建造在盘石上 我们所做的一切 神都纪念 如果没有遵从神 就好像将房屋建造在沙土上 就是所做的一切都是白费的 求主也帮助我们去侍奉祢 当我们侍奉祢 荣耀祢的圣名 祝福弟兄姊妹的时候 神就纪念了 或者祝福不信的人 带领祂信耶稣 神就纪念 神就永远的赏词 神就喜悦 求主帮助我们 整个生命献上给你使用 全心亲近你 亲近你就被圣灵改变 多谢天父 多谢耶稣 感谢耶稣的大恩 多谢天父的大恩 圣灵在哪里 那里就有果子了 恳求圣灵充满我的心 改变我 恳求圣灵充满我心 百年万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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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啊,当我们亲近祢,祈祷赞美诗,唱诗赞美祢的时候 我们真的会感受平安临到我们身上 当我们亲近祢的时候,就会有动力从祢而来 推动我们去爱祢,感谢祢,欢喜祢,遵从祢,服侍祢 求主的灵在我们心中动工,更新我们的生命 提升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的生命 多谢耶稣的大恩,多谢耶稣的爱 求主帮我们将身体完全的献上 完全的给主使用 我献上所有 我献上所有 宁如亲爱 宝贵耶稣 我献上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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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如亲爱 宝贵耶稣 我献上所有 主啊,我们献上我们的生命 求主祝福我们的生命 求主赐给我们的爱心 内心去帮助那些软弱的人 主帮助我们 让他们看到神的美善 神的美好 遵从神的人一定蒙福的 就让他们从心底处喜悦神 欢喜神 回应神 感激神 侍奉神 主赐给我们聪明智慧 去帮助那些软弱的人 帮助他们都站立得稳 靠着耶稣站立得稳 不要走懒不结果子 或者是犯罪都不觉得有罪的时候 很危险的,因为他们可以失去救恩 求主私恩祝福 多谢天父感谢耶稣 多谢耶稣的大恩 多谢耶稣的大爱 祈祷奉主耶稣圣明 阿们 哈利路亚 我们信靠神的人 我们发觉亲近神 立刻有力量有动力 心就会有一些良善走出来 有一种怜悯人的心走出来 大家有没有这些经历 这些经历就会推动我们去祝福人 我一唱诗歌我就觉得祈祷 立刻觉得有动力 我希望大家都持续有这个动力 OK 好了 祝福大家 如果你有分享 可以放在群组里面 祝福你们 OK 拜拜 拜拜 谢谢牧师 还有有一位叫User 请你用你的名字登入 因为我们会记录出席的 有一个叫User 但是就没有写到名字 请你 或者传个名字给我 让我知道你是哪位 OK 好了 祝福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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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牧师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